畫面中的太空服外觀簡潔 測試人員行動方便自如 還能轉動手臂 輕鬆接觸飛盤 和一般人印象中的太空衣相當不同 這是美國太空總署NASA 預計在2026年 要讓太空人使用的新型太空服 為了要讓太空人 能夠在嫌惡的環境下生存 這件太空音得要應付各種困難 水冷測是重新器人購物CO 這得起空役力飛盤 ゼ Garda 寧死亡 一共產空公園 空母負空空間 空空空間 空母 空空間 空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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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款由Collins开发的新型太空衣原型 和目前的太空人使用的太空衣相比 它更加轻巧 拥有更好的能见度 手背和上半身的灵活度更高 也符合更多太空人的身形 这些改良可以省下NASA的训练时间 和载运重量 同时对未来的外星探看任务来说 也是相当重要的升级 由于目前NASA的太空人所使用的装备老旧 服装重量过重 而且能见度很低 甚至在近年来 用来调节太空衣内温度的装置也频频出问题 甚至有太空人差点因为太空衣漏水淹死的状况 改良太空衣可以说是美国推进太空实力重要的一环 目前NASA规划要重启登陆月球以及探索火星的计划 迫切需要让太空人执行这些计划的新装备 于是他们决定仰赖承包商来帮忙开发新型的太空衣 NASA预计在2026年就可以使用这款新的太空衣 期望为太空机缘写下新篇章 还宇新闻发言及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还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